FIM 等一下9點的時候呢 在群賢樓裡面 勞動部即將要針對RCA案進行一個專案的報告 這個專案報告沒有人邀請工商協會 沒有人邀請RCA工人 他们要在里面讲他们的成果 什么样的成果 对工商协会来讲 这个成果 不过就是 17年来死伤无数的RCA工人 没有什么成果可言 所有成果都是我们工人打下来的 我们认为今天 劳动部要在上面 抢工票转案之前 他应该先对我们的工人 当欠 对不对 来我们喊个头号 劳动部道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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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面救责 全面给付 劳动部在昨天的新闻记者的报道里面说 他因为看到了判决 又概然性的部分 他们也承认了 要用所谓的执行职务所制 就是低于职业灾害 职业病的认定50%以下 放宽认定 可是我们要问 他只针对我们这五百多个 我们先不问里面的内容是多或好 我们要问 在这五百多人以外的 这曾经在RCA工作的八万多工人 你要怎么解决 所以 我们要求他 全面补伤 是 感谢观看